2月24日 大户出货AI概念股布局鸿海除席行情 作者,A大 这一周我们有追踪台积电 广达集委创的主力筹码分析 会追踪的道理很简单 因为有一些人觉得进到那些个股中比较好赚 我在短线也连续赚过6年的钱 而且每年都打败大盘 我记得应该没有这么容易才是 所以我就追踪了台积电 广达集委创的主力筹码 我也是想要看看散户到底有多神 如果大家平常有看我追踪鸿海的主力筹码分析 大家应该知道大部分的外资群及主力 在鸿海都是散财童子 短线的股市是零和游戏 如果外资群及主力是散财童子 那里面的散户就不可能会赔钱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能接受这个道理 在鸿海中也不是散户多神勇的 能在短线打败外资群及主力 在鸿海中的散户单纯 就是使出了懒得理外资群及主力大法 就让外资群及主力彼此在那厮杀及对决 大家都知道外资群及主力不论在资金 设备 网络 专业知识等都很强 嗯 它们都很强 那就让强者去对决看看 最终就是稳赢的政府及券商 坐收于温之力 这也是我常和大家说的 故事中最无敌的一定是政府及券商 只要有人一言不合的交易 他们就能赚钱 第二无敌的是基金及TF发行商 反正就是拿着散户的钱交易 交易越多的话 它所属的券商部门就赚越多 每年也能稳赚管理费 第三强的就是外资群 主力 投机高手 这些人有资金 有技术 有设备 有网速 有专业等 可以透过自己的优势打败别人 里面最弱的就是无知的散户 明明啥都不会 结果每天想要快速发大财 你问他们有什么投资或投机策略 他们就说找很会涨的就行了 高卖低卖好轻松 结果最终这些散户没有例外的都是肥羊 在鸿海中就是因为没有散户玩短线 所以外资群 主力及高手在那彼此厮杀及较量 最终就是政府及券商得利 当你在鸿海中看到外资群 主力 投机客是散财同子 代表鸿海各股中的散户程度都是相对的高 这应该很好理解吧 外资群 主力 投机客赢不走你的钱 你的程度当然相对好 而且每年你又能从鸿海配出的股息赚到合理的报酬 如果你完全不交易 股市中最无敌的政府及券商也赢不走你的钱 那些外资群 主力 投机高手 他们再怎么厉害 只要你不和他们交手 他们也无法赚走你任何一毛钱 根据上面所有的因素 我说鸿海中的股东程度都很好 这样应该没啥毛病吧 既然有一些人会来笑鸿海中的股东 觉得买广达 伪创可以赚很多钱 那我们就以数据来看看结果吧 大家要看的自然是大部分的人 而不是某一个幸存者 之前有一个小菜额说自己伪创布局在多少 说他赚了一百多万 结果说完后伪创天天跌 也算是地狱倒霉鬼等级的 吃饱没事干在赌桌上数钱 这单纯就仅是增加自己的自我心里面压力罢了 我常和大家说 当你进到一档个股中投机 你一定要完成交易 而且从此不再进去该个股 这样你才叫短线赚了钱 怎么会你买了后 股价涨到某个点 你也还没有卖 你就急急忙忙的出来说自己赚很多钱 我是没有看到你赚到什么钱 如果你进到广达及伪创知道自己在投机赚差价 只要你能成功 那你就是正确的 但如果你告诉我你进到广达或伪创中价值投资 就算三个月 半年狗使运让你赚到钱 你还是弱到爆 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基准点的概念 今天你会去买一家股价在疯狂价的个股 那代表你下次也会去再买另一档股价在疯狂价的个股 最严重的点在于你还不知道你买到的是疯狂价 当你会出来呛说自己买再伪创100元很臭屁这件事 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没有任何基准点的概念 未来会在某一档出局也是迟早的 想要在股市中立于不败之地 最基本的就是你要搞懂你要投资或投机 如果投机的话 你要知道公司的基本价值在哪 这样你才不会在投机失败时一直向下摊平 以美德一来说 当初我就说过美德一净值5元多 能值个10元就偷笑了 股价最高涨到78元 如果你像我这样有基准点的概念 你就不会在40到60元拼命地买 也不可能从60元往下跌到50元 40元 30元加码 因为你知道美德一值10元就顶天了 你进去单纯就是要一买一卖的赚差价 可能就是40元买 45元卖 35元买 40元卖 向下跌你就不会一直死心眼地向下摊平 再以0050来说 大盘净值比1.5倍是理性的相对低点 2倍是理性时的相对高点 2.5倍以上是疯狂价 现在大盘净值比是2.2倍左右 算是高点了 你在买进0050时 你不可以死心眼地觉得股价不会跌到100元以下 以大盘净值比目前是2.2倍 0050还是有可能会跌到1.5倍 也就是100元左右 也有可能跌到非理性崩盘价的1.3倍 也有可能跌到系统崩盘价的1.1倍 当你知道范围后 你就要知道大盘净值比只要在1.75倍以下时 就是相对便宜的价位 1.5倍算是很便宜 你在大盘净值比1.5倍向下摊平大盘或0050 最终你一定是会赚钱的 这没啥好说的 因为正常台股就是在1.5倍到2倍之间整理 现在算是偏高了 如果你懂这道理 你就不会选择在现在去欧印0050说要中长线投资 当你有这样的基准点概念后 你很难在台股中出局 以我近7年的选股来说 就是要符合价值投资时要素 所以不论放多久 这些个股就仅是赚多即赚少罢了 你想要受重伤或赔钱 我只能说别开玩笑了 很多人不懂得能一直为您的威力 我看到有一些人赚了几万 几十万 一两百万就出来说自己赚很多 这种搞笑的金额 在别人价值投资的过程中 都仅是小儿科 只要你有能耐一直赚钱 富力会让你了解威力的 如果你是小资族 你懂一些金融负债知识 你可以加速自己财富自由的速度 不过我目前看到的都是忠实户 大户及超级大户在使用金融负债 他们已经够有钱了 结果还在加速 这也是为什么富人越富 穷人越穷的原因 一些穷人常常就在那说金融负债很危险 他们脑中永远都不是如何在可控的范围下 使用金融负债 而是在那说很危险 很危险 结果富人就越富 穷人就越穷 如果你很穷 你哪来的信心去酸比你有钱的人使用金融负债 哪天你用你的方法资产赢过别人了 你再来教导别人 不然你都是个穷鬼了 别人听穷鬼的建议 那岂不是会成穷鬼吗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大户出货AI股布局红海除息行情 2.主力在伪创透过统计赚走散户的钱 3.广达波段法人操作优于散户之处 从1月23日开始 外资群合计买超红海27388张 投信卖超2051张 自营商买超4586张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29924张 最近我们有追踪广达及伪创的主力筹码分析 很明显外资群及主力就是在低价布局了一堆低价成本的库存 在1月19日开始做出向上拉抬的波段攻击 在2月16日因为广达开出1月营收年减19%而开始止损及出货 这段时间下来 外资群及主力就是在广达集委创赚到前出货了 其中大摩赚得最凶 当外资群及主力在广达集委创出货后 自然就是会把资金回到红海 大摩在这一波卖超了红海2万张左右 最近大摩已经在广达集委创获利了结了 最近有可能会回来布局红海的除息前行情 富途是从1月19日到2月23日 即去年10月20日到今年2月23日的吉保股全分部筹码 从1月19日到2月23日 红海股东少了11100人 1000张以上的超级大户也少了6个人 代表比较小的千张大户有做减码 股票落到真正超级大户手上 这很有可能是为了要布局红海除息前一波行情的筹码 另一个期间是去年10月20日到今年2月23日 这是从去年中国茶富士康子公司税及土地使用情况期间的主力及保股权变化 原本在红海股价下跌到94元时 红海的股东合计增加了4万多个人 那时我有说过 买到便宜的红海也不用开心的太早 会买到100元以下的人有几种可能 一来是运气好 刚好跌下来时你手边有资金能买 另一类人就是属于看衰红海的 觉得红海股价就应该值100元以下 结果几个月的整理 本来增加4万个股东 现在仅剩增加9564人 之前我说过 时间会去洗尽筹码的 不要和我说你多有信心或多看好红海 时间及股价磨下去后 最终留得下来的才是真的价值投资者 也就是觉得红海有价值的人 一些想玩短线或看不起红海的 外资群也不会让你卖多高 了不起就是让你卖在102元 红海的月线 季线 半年线差不多都是在102元 差不多就是让一些捡到便宜的散户小赚一点 毕竟他们冒了很大的风险 当初中国查富士康子公司税及土地情况时 很多外资群集法人都会启动风险控管的动作 结果散户冒了风险 最终就是赚了几毛或几元就出场了 外资群集法人就使出摩死你大法 顺利再去别挡个股炒作一下 这样就会有很多散户自我心里面崩溃 很多散户喜欢摊开技术现行 看到之前红海股价跌到94元 他们就会觉得现在把股票卖了 等到95元再买就好了 这就是一般散户会去判断股价及玩短线的方法 他们不会去想之前红海股价跌破100元 那是因为发生了中国查富士康子公司的税及土地使用情况 之所以红海股价会跌到100元以下 代表里面很多外资群 法人 还有一些稳健的股东都会害怕 所以股价才会跌到100元以下 大家应该有发觉一件事 在一月中时红海的股价有跌到100元以下 来到98.5元 也才因为红海12月营收开得不如预期 结果股价就跌破100元 会这样的道理很豪动 因为在中国查富士康子公司税时 红海股价跌到94元 有4万个股东成本是在100元以下 所以这些人有可能在100元以下卖 就算在100元以下卖 他们还是能赚到钱 所以一月中就仅是红海开出去年12月营收不如预期 红海股价就跌破了100元 随便在100元以下买到的人被洗出去 会卖得早卖了 现在想要让红海股价跌到100元以下 那就需要非常大的利空 去年第一季夏普做了重大资产减损 让红海赔了200亿 使得红海第一季获利本来是该2.2元降到0.93元 这么大的利空下红海股价 还是在100元左右整理 2022年11月中国因为动态清零 把COVID-19说得很严重 造成郑州场人心惶惶 在苹果手机出货最旺的月份员工暴动又出走 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情况下 红海的股价了不起也仅跌到98.1元 从这些大事件对应到红海的股价表现 很明显一月中红海股价跌到98.5元 这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明明没啥大事件 中国茶税的利空也消失了 结果股价竟然跌到98.5元给你买 这时敢买的人就是人中龙凤 明明没啥大事件及利空 在2023年10月20日中国说要茶富士康子公司税时 那时不知道风险有多大 那时你敢买 了不起就是说你敢危机入市 那时买进是真的有伴随一定的风险的 但在今年一月中股价跌到98.5元 这个真的就是傻瓜送你钱 没大事件 没啥利空 无风无雨的 单纯就是去年12月营收比较差一点点 重点还符合流动在第三季法说会时的预期 这种情况鸿海股价跌破100元 不明白送钱给你花吗 所以如果你敢在绿色框框买 也就是2023年10月20日这个下跌波段买 股价从107元跌到94元 这时敢买的人 代表你对鸿海有绝对的信念 你相信鸿海不会轻易的被打败 这时敢买的人都是信念极强的 还有一些是完全不懂的散户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不懂的散户单纯就是看到股价100元以下 觉得好便宜 鸿海很久没有出现100元以下这数字 他们也不管中国茶富士康子公司税及土地使用情况的严重性 反正单纯就是看价格便宜就买了 这类人就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大概赚几毛或几元就会被洗出去 原本持有不卖又敢买的人 这种人就是信念极强的人 你压身加持有 只要能不卖的 代表你的信念已经够强大了 如果你又敢买代表真的就是相当的有信心 只能说完全就是靠信念了 当发生茶税事件时 也没有人知道会闹多大 所以大部分稳健的股东 会保留一些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尤其是有开杠杆的 所以大家会发觉鸿海在发生中国茶税时股价跌这么凶狠 从107元跌到94元 这在鸿海算是很夸张的跌幅 不过稳健的股东就算不买 但其实也不会恐慌的卖出 外资群及主力近几年在鸿海中也没有买多少股票 所以鸿海股价下跌到94元就快速的质问 如果中国茶富士康子公司税及土地使用情况时 外资群是买超100万张 那下跌的幅度就是很大 也会很凶猛 毕竟法人会启动风险控管的情况 法人用的钱也不是他们的 反正就是看 他们也不会管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所以那时外资群及法人没有大量持有鸿海 这反而是好事 这也是鸿海股价可以很快速反弹走稳的关键 在一月中鸿海股价跌破100元 来到98.5元 如果你敢买 而且是大买 代表你决定聪明 你不但没有冒任何一丁点线 而且你还能买到100元以下的鸿海 算是人上人 这时会有人问 我是哪一类人 我在发生中国茶税期间 其实是敢一直买的 95到98元我都有买 因为太有信念了 所以到了今年一月中鸿海再一次跌到98.5元 我也没有钱能再买了 很多人常常在那嘴炮说鸿海跌到哪儿 他们就买 其实他们都是不敢买的 近五年下来 每一次发生大事件时 我都是敢买的 以2020年为例 我是有买到67到70元之间的鸿海的 之所以没有买到65.7元 因为那真的就是仅出现一瞬间 你想买也不一定买得到 2021年台湾本土疫情大爆发时 我也是敢买 2022年郑州场暴动时我也敢买 我也不和你玩什么花里胡哨的把戏 不会和你说我所有的股票都是买在最低点 然后未来都会卖在最高点 这是不切实际的 我就是平常薪资 奖金 股息 个人信贷 股票直接都会买 当大事件利空发生时 我会先把自己的生活备用金 紧急备用金丢进去买 之后股息下来或是薪资下来再慢慢存回来 备用金及紧急备用金一定是一直都有 所以每一次发生大事件大力空时 我一定是有钱能买 但能买的量就不多 我真正在鸿海赚钱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用时间化解风险 使用资金配置把自己的成本布局在均线 然后耐心的等待 反正鸿海是一间每年能赚竞争金白银的公司 我就布局完后等待 每年的成本就越来越低 拿到的股息就持续在投入 每年的成本就越来越低 我手上的股票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 新闻说 Google印度手机鸿海代工 由旗下富质康生产有助提升集团当地市占通知苹果 飞瓶商机 Google在印度生产智慧手机 将由鸿海旗下富质康 FIH代工 苹果与Google扩大在印度制造智慧手机 将提升鸿海集团在印度智慧手机的市占率 去年12月底鸿海公告 透过子公司Foxcon Singapore PTE LTD 增资Foxcon Precision Engineering Private Limited 金额约新台币17亿元 持续扩大印度投资布局 鸿海也在去年11月下旬公告 并一子公司Foxcon Han High Technology India Mega Development Private Limited计划 资资新台币500亿元 以自得伪建厂房 扩大在印度生产智慧手机与相关零组件 日经亚洲报道 Google通知供应商 最快下一季开始在印度生产Pixel智慧手机 凸显出Google除了分散供应链 也要掌握印度智慧手机市场蓬勃成长的商机 Google目标是让Pixel手机出货量 今年超过1000万只 Pixel在2023年出货量首度达到子里程碑 根据多位知情人士说法 Google未来几周将在印度南方位高阶的 Pixel 8 Pro机款产线做准备 接着在4-6月的一季开始生产手机 大约年中左右 Google就会在印度北部生产Pixel 8 除了Google之外 根据IDC统计 2023年苹果在印度智慧手机市场的 是占率由2022年的4.6% 提升到6.4% 是第六大智慧手机厂 出货量达900万部 年增率高达38.6% ASP高达940美元 IDC表示 苹果在印度智慧手机市场出货量大幅提升 得益于前几代的iPhone机型 与苹果推动本地化生产 苹果的iPhone 13与iPhone 14 是2023年出货量前5名的机型 外界预估 印度本地约有70%的iPhone是鸿海制造 我们从1月19日开始追踪伪创的主力筹码 大家可以发觉外资群及主力是指力的 毕竟这一次AI概念股下跌的导火线 是2月16日广达开出的1月营收年减19% 和伪创关系不大 所以外资群及主力还是能演一场好戏 散户光从1月19日到2月23日就玩输外资群及主力了 更不用说12月外资群就布局了5万张伪创 成本大概在93.5元 外资群在1月19日向上攻击 拉出一个锚点 接下来开始指力 随便卖也能卖在119.6元 平均是赚26.1元 大概就是赚27.9% 不过实际上并没有赚这么多 毕竟外资群及主力常常需要拉抬 护盘 这些都是需要成本的 大家只需要知道这一波是外资群及主力获利就可以的 一般的散户因为眼光短浅 他们只会觉得伪创从135元跌到116元了 觉得好便宜 但外资群早在12月就偷偷布局一大堆低价的库存 平均布局在93.5元 散户近一周买进的话 不论你多神 你的成本大概就是会平均在119.6元 就算给你买到波段最低点 你的成本也是在113元 对外资群及主力来说 你偷偷的也是一颗新鲜的韭菜 从2023年12月1日到2024年2月15日 大摩买超伪创45904张 平均布局在103元 在2月16日到2月23日卖在122.7元 大概赚了5.4亿 剩下的18595张 也是能赚到3亿左右 大摩最近很明显就是在出货伪创了 星期五才大卖了9708张 剩下的18595张 下星期一定也是会卖的 这也没啥好说的 大摩这一波在广达集委创算是大获全胜 剩下的外资群及主力进一季成本 也是在102到105元 大概也都是有指令了一些 平均是卖在122元左右 这就是散户会赔钱的原因 很多散户觉得要进到会飙涨的 广达集委创才能赚到钱 结果进去被外资群及主力割韭菜割甲的 之前我就说过 外资群及主力在布局某一档股票时 他们根本不会管公司是否值这个价钱 他们要的就是一买及一卖的差价 现在Fed把利率升到5.25%到5.5% 所以外资群及主力倾向会去玩短线赚钱 从广达集委创的主力筹码来看 大概外资群在三个多月前就会先布局 最近我常和大家说 鸿海除息前会有一波行情 大概就是介于4到7月之间 现在是2月底了 大概就是剩下4到5个月时间 可以给外资群及主力布局 鸿海市台股中前几大的重量行权之骨 布局三个月的时间可能不够 所以最近外资群有偷偷的在买鸿海的现象 每天就是慢慢的压着买 上面就是挡几万张的卖单 然后就是每天偷偷的买一些 很多散户已经被外资群及主力 整到自我心里面崩溃了 所以就会在外资群一买及一卖的过程中 卖出手上持股 还有一些是自作聪明的 他们想要玩100元买 105元卖的差价游戏 还有一些人是要学永峰哥玩五毛游戏 不论是哪一类 想玩你就去玩 送一些便宜的股票给外资群及主力 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布局成功 如果外资群在100到105元买不到 他们才有可能会向上一个位阶 也许就是105到110元 也有一些散户是想趁着这一波除息行情 卖掉鸿海 差不多就是在115到120元 所以这几个价位外资群及主力 一定是能买到不少股票的 如果外资群及主力布局的成本在110到115元 那他们至少要把股价拉到150元 才能像广达及伪创这样赚到10到20% 如果外资群及主力在105元 就能布局到大量的股票 也许就是拉到120到130元就能成功 就看看外资群及短线鸿海股东之间完的结果 大家看近一周伪创的集保股权分布 股东人数增加了21615人 大部分的就是0到10张的小散户 这些人一定就是买在这一周的周线 也就是119元 这些散户被拐进去后 之后就会持续地向下摊平 死拗 不服输 不止损 我之前说过 向下摊平不一定是错误的 你要是情况 只要符合价值投资时要素的公司 你向下摊平就是正确的 而且是无敌般的存在 如果你在一档获利被拿走几十年的股票中向下摊平 像伪创这种净值36元 一年赚4.08元 配股息2.6元 这样的情况你在119元向下摊平 你单纯就是找死罢了 近一年外资群布局的成本在102元 近一个月被外资群及主力拐进来的散户 现在成本都在117元 散户的弱点就是赔了会向下摊平及加码 外资群及主力就是看准这一点 一开始把散户骗进去 然后在高档自己先跑 现在散户敢向下摊平 外资群还能赚十几% 都赚到快怀疑人生了 个股中存在很弱的散户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外资群及主力赚钱都像呼吸一样简单 很多散户觉得进到广达及伪创后他们能发大财 结果外资群及主力能赚这么多钱 政府及券商也能收这么多 违赢的交易税及手续费 你和我说散户进去很好赢 你是在说给鬼听吗 最近我们从1月19日那个波段来看广达 很明显外资群及主力在里面止损了 这时会有人问 外资群及主力会不会像台积电那样 去年11几12月就布局了一堆 1月19日就是拉起来打一个锚点 会这样想的人代表你懂外资群的思维 外资群的玩法比较长 可以透过统计去打败散户 我们从1月19日开始追踪 很明显里面的外资群及主力是出现止损 但如果你把时间拉长 你会发现外资群在12月买超广达8.88万张 在1月时还买超2万张 去年12月底时 广达的月限是208元 所以外资群布局到广达的成本就在208元 1月19日是向上做一个攻击 2月16日因为广达开出1月营收年减19% 外资群及主力开始把1月19日以后买的止损掉 但就算外资群及主力止损1月19日以后买的 但在12月买的还是赚了一大堆 这也是我常说的 散户很难打败外资群的 如果散户这一波进来和外资群及主力玩 以这个月外资群在广达中止损 不论散户多神 技巧多好 散户布局的成本都会在月限的246.23元 就算给你买在近一个月的最低点 了不起就是买在235.5元 你觉得你买到这样的成本很便宜吗 真的是爱说笑 对外资群及主力来说 你依旧是韭菜 外资群虽然1月19日这波段的市值损卖出 但是2月开始布局到的成本 大概就仅在208元 还是赚到翻过去 我们从1月19日开始追踪广达的主力筹码 那时得到的结果是外资群及主力止损 小赔5元左右的差价 会追踪到一个月以上的人 代表已经看得蛮远的 这种近一周 近一个月的主力筹码 比较容易看出外资群及主力的心态 一般散户根本不可能去追踪筹码 他们了不起就是看一天 不然就是一周 不可能看到一个月或三个月 以一个月的角度来看 大摩是止损 然后赔了9000万 但你从去年12月初开始看 大摩到2月15日 也就是广达开出1月营收前 合计买超了31364张 平均布局成本是225.6元 在广达1月营收开出来很鸟后 一副很久菜的止损在246.2元 但整体来看 大摩是225.6元买 246.2元卖 大赚20元的差价 已经实现的六成的获利 也就是18610张 这部分就赚了3.7亿 很多散户不自量力的觉得广达很会涨 伪创很会涨 他们去那里面能赚好会计赚好多 结果大摩短短的三个月就赚了3.6亿 剩下的12754张 大概还能赚2.5亿 很多散户中了锚定效应 觉得广达股价从266.5元跌到241元 觉得好便宜 觉得跌下去会反弹 所以就会在241元买 一些在看技术现行的 觉得广达月限246元 觉得跌破容易反弹 所以看技术现行的也会在这里买 他们不知道大摩的成本在季线的225元左右 这就是统计的力量 我常常和大家说外资群能靠统计打败散户 很多人都听不懂 你听不懂没关系 你就进去玩看看 主力及外资群会好好的教训你的 让你知道什么叫统计的力量 这一波止损的外资群及主力 用一个月的时间长度来看的话 看似都很韭菜 但这些外资群及主力心里则是在说 你才韭菜 你全家都韭菜 外资群及主力就这样使用统计的力量 引走一些不自量力的散户的钱 那些散户还在那每天盯盘 看每一个细微的波动 真的就是很搞笑 大家以为这样的玩法很厉害吗 真的是爱说笑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了 你不能踏进外资群及主力不好的局 一开始如果你找一间有价值的公司 符合价值投资时要素 你就进去布局 静静的在那看外资群及主力装逼 反正外资群及主力要进来就进来 不进来你就每年赚公司给你的真金白银 这样你自然就不会踏到外资群及主力设好的陷阱 很多散户看到一些个股很会涨 一开盘就会涨4到5% 这不就是外资群及主力为了要出货给你拉给你看的吗 大家有看到伪创及广达一开盘就容易涨4到5% 有时候还会涨5到8% 这是为什么呢 目的就是要让散户进去他们设好的局 有人会问说 这样真的有效吗 从去年12月开始到今天 你也不用和我争论 就看一下外资群及主力的布局成本 还有最近卖出的价位 你就知道有没有效了 很多散户赔了钱还不知道自己为啥赔钱 看一下近一周广达的集保股权分布 也没有什么好嘴硬的 近一周下来 广达中的股东增加17578人 近一周广达的周线是240.9元 就算你是大罗神仙 这一周你布局到广达的成本也是在240.9元 外资群及主力近一季布局到的成本却在225元 这就是统计的力量 外资群及主力就是利用这种期间长度来做文章 很多散户无法持续的追踪一档股票的主力筹码 大部分的散户都是想要今天买 明天卖 快速发大财 只要买进的公司一周没有涨 他们就会止损 外资群及主力就是喜欢这类的散户 这种当冲的 隔日冲的 只会买一周或一个月的 就是被割韭菜割甲的 广达是因为被一月营收破梗 所以才玩三个月就割 像连发科都已经玩到七个月了 台积电也玩三个多月了 这两档还在打锚点的阶段 反正没有利空破梗 就持续的让获利奔跑 筹码都在外资群及主力的手上 散户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台积电及连发科上涨 一些会卖的早卖了 不会卖的外资群及主力也不担心 反正就是让里面的股东做一场美梦 时间到了股价跌下来 不会卖的也赚不到差价 一些会卖的 可能就是赚个几毛 几元差价就卖了 现在每天在外面觉得自己很倒霉 哪天外资群及主力要出货 就像广达集围创这样打一个创点 股价向下跌一些后 散户就会进来买了 那时外资群及主力的成本在季线 半年线 甚至是在年线 而散户的成本在周线 月线 散户是要拿什么和外资群及主力玩 我常常看到很多散户 连我现在说的事都不懂 就在那觉得要去短线比较会标的 个股中玩短线发大财 真的就是自不量力 如果你觉得哪一档比较会标 你就勇敢的跳进去 如果你不进去 股票一直在外资群及主力的手上 如果你进去了 他们才能割你 你就不会在那内心系一堆了 我常常看到一些散户 看着别党会涨的个股在那眼内心系 之所以会涨 那是因为股票都在外资群及主力手上 他们自己的股价自己拉抬及护盘 那关大部分散户屁事 只要够多的散户进去 外资群及主力自然就会拍拍屁股走人 这也是为什么散户会觉得他买了股价就跌 他卖了股价就涨 觉得自己是地狱倒霉鬼 其实单纯就是短线式零和游戏 勾心斗角罢了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助理人乐请来 红海三百 红海三百 红海三百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 去吧 加油 拜拜